在寒雅航空逝世客机的撤离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在确认了其他人安全离开客机以后才最后一个走下了客机 他就是该客机的乘务长李颖慧 虽然这个尾椎骨受伤了但李颖慧依然坚持站在了参加在旧金山一家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回忆了撤离时的惊魂一刻 近年40岁的李颖慧在寒雅航空已经工作了将近20年 客机降落前数秒丰富的经验让他意识到有情况 在机长下达撤离指令后 李颖慧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 然而撤离进程起初并不顺利 李颖慧说两部撤离滑梯在机舱内部冲气膨胀 两名空乘人员被压在滑梯下难以动弹 其他机组人员用斧头破坏滑梯救出同事 其中一人险些窒息 有乘客表示事故发生约10分钟后 或是开始蔓延至机舱 有空姐还流着泪多次被受伤乘客逃生 机组人员等到所有乘客逃生后才离开 非常尽责 而李颖慧是最后一个离开客机的人 最终大部分乘客和机组人员 及时撤出客机 30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 超过三分之一无需入院治疗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